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再次请到了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两位律师 梁万里律师以及消费律师 在节目当中回答大家很多的问题 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大卡司联盟的 新趋势 对 那么非常欢迎两位 我们刚刚一起讨论过很多 关于在技术层面上 你要怎么样去传哪些东西 其实大家非常建议大家 在九年级之前 就应该要还好来铺陈了 因为你上传的东西 是永远会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其实我们刚刚还漏掉了一个问题 其实将来的竞争力 不是指级现在国内而已了 你将要去跟国际生来做竞争 因为这是一个网路的世界 学校可以无限的收件 所以学校方面没有收件的压力 学校没有压力 他不是说我画个画 这个portfolio学校要收件 没有 那也不是说传真过来 有这个收件的压力 没有 那这个时候呢 变成父母会有什么 他们会有上传的焦虑 他们想要 upload 东西的焦虑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所以就变成说他们更想做很多很多事情 那这个面对的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竞争 你面向全世界 那坦白讲国际生中国印度 他们的资源更方便 他们可以上传的东西更多了 就希望上传一幅画就中了 其实我觉得家长的压力焦虑是肯定有 就是说但是这个盲中就会出错 你在焦虑的时候 你不知道要上传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希望说把所有东西都挤上去好了 总会有一个东西让教授看了满意的 对 而且现在更多压力 比方说11年级又要补习 又上传这个 那哪一个先 对啊 那怎么办呢 两位律师 找万里啊 就是说要看一下自己的家庭状况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 我们讲了 你如果想象奥巴马 想象克林顿总统 平民从草根变精英 变成你的这个下一代的世袭制度的话 你就如果是中低收入 你真的不用上传太多东西 你好好的把自己的功课弄好 然后帮助family obligation 帮助家庭照顾弟妹 然后好好的写 所以有时候less is more 尤其是对于这个 中低收入户的学生们来说 是 是 因为我们以前一般传统 申请大学的一个想法 传统的管道就觉得说 反正呢 多塞一些 总是会有重的 好像就是说这个数量 多余这个质量 所以说您就是建议大家 尤其是中低收入的一些家庭 你的方向一定要抓对 否则的话 你反而毁了 你可以让你受益的一条路 是 所以又变成就是说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小孩子 更要customize 你看你们家的特色是什么 然后在九年级的第一天 好好的做一个规划 上船 涂不掉的 那怎么样可以规划一个 好的一个途径 该补习吗 还是该做义工吗 这个时候每家不一样 又要斟酌 那其实呢我们知道您在12月13号 会有一个免费的这个教育讲座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在讲座的当天 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呢 我们会看这个你如果是12年级 你现在要做事情就要申请奖助金 我们讲过了 你如果是中低收入申请奖助金 你的小孩子才有实习 然后如果是11年级的话 还有90 11这三个年级的话 你可以做什么 比如说你要考ACT还是SAT 因为SAT明年3月就要改版了 所以你到底是适合ACT还是SAT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关键所在 下一个加分的东西 比如说Summer Camp暑期规划 对你到底要去补习 还是要去申请比较南京的Summer Camp 还是你要去西藏做义工 还是你要去蒙古做义工 这个呢我们就会针对不同的家庭 再个别给30分钟不同的这个建议 那这时候呢我们希望小孩子可以来 然后因为你可以跟他讲说 这个是牵涉到有关这个高等教育法 跟奖助学金的事 妈妈不懂 那小孩子可以一起来 对那么另外其实我知道 万里教育法律教育集团 有一个很好的应该说是一个专案 那么不管在写作班上面 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写作班 其实对大家会影响很大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大卡斯联盟 因为如果说你可以说的像律师 写的像律师的话 你就不用太担心 你将来放到网路上的东西 对你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写作班上面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讲座的时候 能够得到一些资讯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短时间之内 快速地提高你的写作能力 你要先读书 输入 要先输入 对 然后你才可以输出 那我们呢 有这种速读班跟速写班 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一年你可以读50本书 你如果想要知道的话 就来我们的讲座 没错 那梁律师有没有最后 有没有什么建议要告诉大家呢 读了50本书 就可以进长春藤了 其实这个是很实际的 还有读哪一种书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读好书 然后要读什么样子的书呢 我相信两位律师 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 一定会有很多的建议给大家 因为每一个孩子的这个状况也不同 家庭背景也不一样 所以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建议跟贴士给大家 非常欢迎两位 非常谢谢两位 那么告诉我们这么多的资讯 今天真的是说了很多 那么希望大家 如果是真的觉得还是 有些东西你不是很理解的话 当然直接去找我们的万里法律教育集团 或是微信 然后销律师线上直接跟你联系 哎呀你这答案就可以很快的获得解答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网络过后马上回来 我是万里律师 我会帮你进去最好的学校 争取最多的奖学金